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上一節我們很詳細 因為羅恩惠在《消息的檔案》段稿裡 是相當詳細講到 在5月11日記協前主席沈爾蘭 接受羅恩惠的對話的過程 將這些對話的主要內容 就是將它精華擺出來 這件事你們可以挑戰它的真實性 但我會相信這個真實性 當然它說的重點是什麼 它正在證明什麼呢 它正在證明的是 喬叔 一 喬叔是一直不滿 第二 記協沒有授權 不要再拿獵德寶來作為一個重要的人物 來穿插夫會其中 我首先就要呼籲 呼籲當然言者遵遵聽者妙妙 但問題就是聶德寶 你雖然來了幾段時間 到現在你都很沉寂 我相信你都看到這些內容 是不是要出來回應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你站在誰的一邊呢 你站在真相公義的一邊 還是站在人情世故幫派的一邊呢 你自己去做一個抉擇 我覺得它不出來發聲 是到以上極不對的 OK 你起碼將真相告訴大家 這個是很清楚 當然這個關係涉及到 他和柳西良和Carmen之間的關係 這個就相當內人尋尾了 我們這次再講一講 從法的角度再重申一次 我再講多次 第一 這件事我不需要達到刑事的高度 我只要證明到民事上的問題就可以了 這個是侵權問題 侵害著作權這個官司 這個指控 這個未必是一個刑事的問題 可以叫民事的官司 民事官司不需要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不需要這個疑點你 詭於被告 不需要由控方 那些原告付證責任 是要將舉證之所在 就在於柳西良要證明 他的授權根據是什麼 即是說別人授權給你 譬如有一天 你有一輛車 這其實是民事刑事都通的 你有一輛車 你有一輛車 突然之間 看到我駕駛你的車 Exactly你的車 然後你問我 為什麼我駕駛你的車 然後我就說 你授權給我 你不是已經送了給我嗎 你就說 沒搞錯 我哪要送給你 你偷我的車去駕駛 然後我就說 你明明送了給我 然後你就說 根據呢 然後我就說 那那那那 你這樣就不對了 要改了 是你要證明給我看 你是沒有授權給我的 不是我證明給你看 有什麼合約 有什麼口頭 你覺得我對嗎 還是你對 就是聽不明白的 再錄回再聽一次 是不是 我只是說 當然 你要舉出證據證明 我的授權基礎的責任 的 burden of proof in a civil case about IPR infringement 當然 上書局一方 當然是劉細林一方 書面有沒有授權呢 如果有的話 日照已經拿出來了 對不對 對嗎 除非你今天 偽造證據 那你偽造證據 就不得了 刑事了 我相信你們不會 好了 你的口頭 我都講過給大家知道 你口頭 口頭就好笑 OK 你舉不到的證據 達到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的問題 那麼很多人說 你有本事 你不去告 你告 如果你有爭論 你就告 那我就奉勸 上書局 劉細良夫婦 就要說一聲 喂 你不是告 你說陳喬的女兒 是誹謗你 拉捕 喬叔 就是很屈滿 你由始終說 他根本上 你們貪財 又說他們兩個女兒是 生安白做你 那就告他 那些人應該叫 劉細良去告他們 當然我不希望你告 但我就說 如果你用同一個標準 你說為什麼你不告劉細良 喂 現在就要劉細良 在法庭內 求取一個真正的道歉 如果你說你不道歉 擺明是騙局的話 那我想這件事 就會相當傷 那你不告 那同樣道理 你用同一個說話 指控劉細良 為什麼你們兩夫妻不告他們 告這個獎女 是吧 那這才是真正的議題 那你的本事就是告 那當然我不是 寫你的告 但是說 你如果說 要告人 才是解決問題的 進入司法程序 去解決 不要再爭 其實這件事 很犬如 事實攤在我們面前 就是說 劉細良 舉不出任何書面 或口頭的授權證據 證實喬叔有授權 我再說一次 第一段片 劉細良講過 是這個 只需要南華早報的授權 即為已足 充分條件 無需喬叔授權 接著他補 後面第二次講的情況 他說已經取得 喬叔的知情 和同意 在第二份 裡面 基本上當然是更重要 就是他承認了 取得喬叔的知情 和同意的必要性 和事實上的存在 他是這樣說的 那我就說 How you can prove it 你說取得喬叔的知情同意 How you can prove it 你說口頭同意 這樣很有趣 那就是 我有一天 就是有人 我不是煽動大家 有人 在開現在劉細良 在加拿大用的那部車 然後劉細良就說 喂 你怎麼開我的車去啊 那人就說 你證明給我看 你從來沒有送這輛車給我 是吧 沒有口頭上同意過 口同病 你不要說車 那些書 劉細良有很多書 突然被人抬了十本二十本去 本本都簽名 他說 是啊 原詩是你的書 不過你送給我的 你不記得嗎 昨天那時候你送給我的 昨天你沒有送給我的 你先奇吧 我聽得很清楚的 劉細良說 我哪裏送給你啊 你老屈的嘛 老作 那你覺得 誰負舉證責任啊 當然你要 就是那個 他了劉細良的書的人 要負舉證責任 證明呢 他是 怎樣取得這些書 是不是 這個基本原則而已 唉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想得這麼複雜的 好了 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劉細良做馬 他出版合法 合情合理 我覺得這件事的法律問題 有幾個重點 第一 我看回岑爾的這個 這個 和朗欣偉的訪問 第一 那隻USB OK 那隻USB 是被騙走的呢 還是事後被侵佔的呢 還是你已經毀棄呢 USB是個財產來的 是不是 USB真的是個財產來的 我說這個 asset property right 這個USB 他是借給你的 剛剛看了 審議講得很清楚 喬叔說是借給你看看 誰知道 他拿了這個裡面的所有的照片出版 好了 他借這個USB 家人沒有了 借給你 劉細良現在去哪裡呢 而現在去了哪裡呢 你把他剷掉了 丟掉了 不見了 還是代入袋子代代平安繼續侵佔呢 你不要還給人 如果你一開始 已經是想騙人家的USB的版權 才說你借給我看看 那這個叫做什麼 詐騙 fraud 如果我借了你的 我真的想借給你的 忍著想還的 但是想想想 就想不還了 這個embezzlement 這個侵佔 那我問你了 你是誰 兩個都是刑事的 亦都是民事的 你想要是誰 如果你弄走了 那更有趣 你使人家的propriety有loss damage 那就不得了 這個不是人家要殺償 要拿錢的問題 而你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別人要請求賠償 恢復原狀是他的事 但是 你 今時今日 你沒有把USB給人 這是第一個問題 很清楚嗎 即是有些人 借我10本書 但不還給我的 那你當然是犯法 是嗎 如果你不小心 說了之後我還給你的 那我可以證明你沒有故意 那就沒有犯法問題 但你不是的 你沒有解釋的 到今天 我等足你整個禮拜開外 你沒有任何解釋的USB的產權問題 第二 自罪 只要將2006年 喬叔 他的自罪 和2017年 這個上書局出本書的自罪一對 就知道 一樣 我很希望有人拿出這些證據 但當然 拿出證據的一方 要避免 當你整幅圖拍下去 給這個公開展示的時候 也可能會侵犯到 原作者的一個版權 所以我希望這一點 要取得相關的同意 才這樣做 或者你用一個方式 去做quote的方式去做 這些技巧的話 你可以請教有關的法律專家 我的建議就是說 你起碼將 這件事 你有一種 一定的證據的方式 其實我相信這個證據很容易 已經有人有2006年版的書 也有2017年版的書 兩相對照 其實很清楚 然後你將一些 風無倫角 將它拍下 或者recap 就不需要原文照錄 這樣的話已經足夠 這個證據 不是證明內容 或者講清楚內容是怎樣 只需要證明 2006年這本攝影集的字序 是和2017年攝影集的字序 是基本上一樣 果然之後者是copy前者的 那我講回事實 喬叔在1993年 離開了南華早報的 他已經不是員工了 ok 然後2006年 他身為一個 完全沒有職 即是沒有任何的 打工 沒有任何的受僱紀錄的人 那麼他就出版一份 這個攝影集 那出版市面集的照片呢 就涉及到 喬叔是否有絕對版權的問題 那這個是南華早報 和他之間的事情 但是這個是不爭事實 你看一下 羅恩惠和Weldon Kong之間的對話 Weldon Kong從來沒有爭論過 喬叔是否有取得這個版權 所以我有一個所謂的assumption 這個當然是refutable 即是可以辯駁推翻的一個推定 就是1993年 喬叔離開南華早的時候 通常每個人都要簽一個exit document 即是你很多人離職的時候 都會說我要做些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這個可能未必是真 但有一個可能是什麼呢 在exit document裡面 喬叔已經是被放生了 這些照片他以後可以出版 或者就算exit document沒有這麼做 在06年喬叔出版這本書的時候 已經是當時出版前 取得了南華早報的授權 即使說兩個都沒有 至少去到2024年 這個是事實不爭的 所以有些人不斷地說 你喬叔那個地方 不是侵犯南竹的版權 覺得第一件事 關你劉世良什麼事呢 第二件事 南華早報已經知道很清楚 當時之 現在繼續提醒他 導致從來沒有爭論過 喬叔是侵犯過版權 南華早報不是喬叔那種 會拋衰 很慘 也完全沒有 你看看他Wildon Kong那些 完全是很清楚的 說支持喬叔 他是一個好的人 當時想給這個授權 給常署過去 因為你幫他九十大手 對不對 原來不是的 我被誤導 換言之他對喬叔非常尊重 他沒有好像 南華早報被喬叔出版權 並不是時候要將他一軍 沒有這樣的事 OK 換言之喬叔2006年出版 相片沒有問題 而當時的罪是誰寫的 是2006年的時候寫的 出版是哪一集 喬叔已經是非 南華早報的員工的時候寫的 這篇的著作權屬於誰的 那就是喬叔 OK 那作者就是喬叔 整個出版物當然是中喬 OK 那你說中喬和喬叔的關係 這個出版是怎樣 你不要插開來講 我只是說 這個offer 這篇文章的offer 和著作權 是屬於喬叔的 你去抄喬叔的字呢 不好意思 你在侵犯著他的著作權 2017年那本書 一攤開來 最一對出事 今時今日 劉細良及其支持者 沒有辦法說明 文字如何沒有侵權 而這個表面證據 已經相當清楚 劉細良還口聲聲說出版 合情合理合法 屁 出版違法 文字侵害 陳喬的著作權 即是版權 第三 照片 我三樣東西 隨便一個中 你已經死了 照片 不是死的 你已經站不住腳 OK 第三樣是照片 照片 很多人說 這個是受固作品 根據版權法 受固作品 是沒有署名權的 等等等等的東西 各位 我會再重新一次給大家聽 這些作品 你要知道 剛剛我已經說了 93年 喬叔離開了南祖 離開了南祖之後 南祖和他達成的什麼協議 現在未清楚 但既然我們看到2006年的時候 喬叔獲得南祖的授權 出版 或者他在1993年的時候 南祖已經解鎖了這件事 這個是confidential document 我不知道 即是喬叔 你以後可以去出版你的東西 只要你出版這件事 基本上是 南祖是放生你的 所以我極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今時今日 喬叔 是作為一個退休的前員工 是絕對有照片的著名權 OK 如果你今天說喬叔 即是在這個 現在營在這個授固狀態之下 那未必是 93年是一個關鍵點 就是喬叔離開南祖 簽過什麼文件 2006年出版的時候 南祖有沒有授權給他做特定的用途 還是包括授權給他以後的作品 這件事就是南祖和他之間的東西 我沒有畫這個下去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我都挺大的 就是喬叔仍然保有這些作品的 處名權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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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祖已經這件事 因為他太久 他被喬叔任憑離處置 換言之 這個駐作財產權 駐作財產權 當時 是屬於南祖 因為喬叔的話 我都有一個問號 不論2017年 南祖簽訂一個標準的合同 給這個 劉細良 或擴明孫 簽名的account 因為他那個YouTube導演 他有看他的名字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究竟是不是這個制式合同 依然是 站得住 你不會因為 南祖已經declare 我有絕對版權 於是他就有絕對版權 我declare 我是女人 不代表我是女人 客觀上是怎樣 和你declare 或者你寫下去 represence and warranty 什麼 完全沒有關係 OK 重點是在於 南祖 在當時的合約裡面 說過 我有很多的知識產權 我現在授權給你 免法出版 那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南祖是真的擁有 全面的絕對權利呢 我就說起碼你要傳有一個很重要的疑點 就是 喬叔依然有儲名權 喬叔依然有儲名權 喬叔沒有儲名權 那他2006年的時候 他怎麼可以得到授權出版呢 1993年 他exit document的時候 有些什麼呢 你想一想 所以說 不可以直接這樣做推論 我就說這一點 起碼是一個arguable point 但我說這個是一件事 文字是另一件事 文字是not arguable的 已經是一個定案來的 跟著文字之外 剛剛講的 這個USB的財產權 你arguer不到的 123 USB 文字 照片 三個月我再講一次 USB 文字 照片 你要三關都過了 用文事訴訟的標準 過了這三關 你才完全是 成數 否則你任何一關 批在這裡 你已經玩完了 何況我認為三個 劉細良擺帳 機會極大 我可以說 整件事已經close the file 即是 如果有人 將這個2006年 和2017年兩本的 圖片集 做一個比對的話 真相是活而眼前 好了 這個就是法律 OK 這個很清楚了嗎 即是 講得白點 劉細良 是欺騙三類人 一 欺騙了 喬叔 二 欺騙了 南華祖保 OK 接著他記協 我不可以欺騙的 但他基本上 做了很多的事實 使人不會記協 OK 這個我都算了 記協是否放下 另一個問題 今時今日 剛剛才知道 記協現在的主席 陳朗昇 他都選擇 不再尋求連任了 我相信很多人 在哆哆哆哆哆 做很多的 直接間接的恐嚇 沒有恐嚇 或者一些 勸退 甚至說 你和記協 黏在一起的話 記協就慘了 你離開記協的話 你自己慘 記協就不慘 你自己知難而退 甚至說一些 酸言酸語 真真假假 善意惡意 都有 在香港這個環境 記協依然是 特立獨行 你看看 支聯會 教協 職工盟 已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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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記協 只有石果僅存 繼續存在 在那裡 照頂 記協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看看 你想想 劉細良做的事 講的事 過記協一動的事 是多麼離譜 過一動的意思 不是過現在記協一動 而是對於記協這個組織 一直在捍衛一些基本的做事 合理的SOP與方針 他根本沒有取得記協的同意 記協也不知道 也沒有干涉 也沒有干預 也沒有提出過 喬叔和他之間的版權的問題 為甚麼要混合來講呢 聶德寶他是總幹事 只有執行之責 執行之權 而沒有這個決策權的 為甚麼這件事沒有講清楚呢 他不知道 先期啦 中央政策組 你不知道要記協的角色 這些架構 總幹事做甚麼 主席做甚麼 執委會做甚麼 我想你不要當你自己是政治BB班 是吧 軍師呀大哥 你怎會不知道這些事 所以我說 在這個時候 將記協拿出來 在4月28日的影片裏 各說三道四 繼續穿鑿附回 幾分真幾分假 混合一個hybrid的故事 和大家講 我想記協的前後的同仁 情何以堪呢 而人家在奮戰著 竟然呢 看到有些這樣的人 去到加拿大高床軟嬸 繼續在這裏講完這些事情 令人相當 不是未宜 跟著 更離譜的是甚麼呢 更離譜的就看到 抹紅 甚至沒有呢 我孤隱其名 是吧 有些是 很重要的人物 竟然是發動起 人家 去到 某一些 反對 劉細良這件事作為的 一些社交媒體 去舉報他們 舉報到他們呢 基本上等於說 他是騷擾 用騷擾的方式 舉報他們 以騷擾為不明 藉口 去舉報這些人 去打擊 去 無滅 人家 是有動機 是中共的勢力 然後去打擊 這些 牛細良所說的話 我再說一次 我從來都沒有發動大家 去灌爆 這個 這個 牛細良 或者城寨 有關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他當時 有個人 就說他職員 已經發動過 好了 這些不是國家機器嗎 是吧 那段事件 大家知道 那個都算了 你灌爆 你灌爆 其實最後 是有利於 被灌爆的人 因為你增加大家的 comment 的數目 那人家會更加 有monetize 更加賺錢 是吧 但你舉報另一件事 你今天不是灌爆 你舉報 某一些社交媒體的專業 要舉報他 目的是什麼呢 要押他流量 要不呢 消滅這個 原來你想消滅人家的聲音 是滅聲 我才不知道誰人這樣說 你對號入座 你可以跳出來說 你要對號入座 你自己跳出來說 你竟然鼓勵 鼓動全世界 去舉報 某個專業 細得那個專業消失 我就說 我看到這麼多的 評論人 就是我認識的 譬如曹家超他們 如果 我看到譬如說 不同的評論人 由我認識的曹家超 到我不認識的徐小華 一直到其他的人 如果他們的社交媒體專業 IG專業 出現了任何冬瓜豆腐 我為你市民 我友言在先 我自己溫文以雅的 我不是說粗口做節目的 我為你劉細良 素媚平身 也都不會和你的地方 起什麼的所有的 我就是輪舌 如果你以這個地方 我桑普頻道 尤其Youtube 尤其我這個Facebook 如果突然間 嘩 被人舉報 發現灌爆 流量壓 我其實發覺 流量越壓越低 我為你市民 我要作出什麼反制措施 你就不能怪我 我呢 做事就是 用佛教的說法 雖然我是佛教徒 我可以慈眉菩薩對你 我可以露目金剛對你 我慈眉菩薩對你 實際上是 Look down on you 露目金剛對你 是因為我自己 Defend myself 你逼到我這個 防衛機制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 不友言在先 莫為言之不語 這件事不是好玩的 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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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省一點 這件事 我不先開你命 可能我 去到某個時機 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這些大家都會出事 接著 要講講劉細良 她怎麼回應這些事 是不是 我看了她那段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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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妒忌 羡慕 然後妒忌和羡慕 就分析一大堆的東西 又旁清博印 古今中外 一大堆的例子 講到 嘩 耳仔側埋 講什麼 Anthony Giddens 講完馬克思 尼彩 一個海德格 一個個講 在講哲學 講社會學 講政治的東西 拔大堆的書包 她這些拋書包的東西 其實很厲害 其實要做這件事 是很容易的 你來來去幾個概念 不斷在這裡重複 然後沒有point 她整段時間 整個鐘 她的point是什麼 沒有point 她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出於妒忌心 羡慕心 其一體之兩面 她說 這些東西全部 都引領起大家 對她的追擊行動 即是這個所謂的 妒忌 羡慕 接著說 用印尼做個例子 說這個導致內卷 即是找些名詞出來講 對吧 接著說 這個小龍DNA 中國文化DNA 接著有人響應 是很厲害的 時至今日 我不開名 據我所知 起碼表面上 我不說實質上 是不是 表面上支持民主自由的一些評論人來說 只有兩個半 我不知道 我不告訴你 誰是半個 也不告訴你 誰是那兩個 大家其實可以對號入座 自己猜得到 是兩個半人 是支持 劉世良 其他絕大部分都不支持 不過你可以說 這個不是民主的遊戲 也不是多數決可決定 但這件事很磅 那為什麼每個人都會 都要開咪去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不想和一個 和中國共產黨 精神同構的人 去Stand with Him 而且我告訴你 到今時今日 給足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給你 我都說 開放給你道歉的時間 我上個星期已經說 我開懷給你去做任何的事 但是越看 事證越來越多 上個星期做完 劉世良的一集 就出了 這個 關於劉世良的一集之後 出了這個 羅恩惠五一一的文章 更加清楚 我們沒有可能 去接受劉世良的情況 甚至你看到審議這篇文章 最重要的一種reflection 就是什麼呢 整件事可能由始至終 整件事可能由始至終 都是一個騙局 那我就說 欸 媳婦根本就是騙局 我當然很厚度 所以我就說 可能由始至終都是騙局 而這個可能性 隨著時間的增長 是越來越清晰的 我看過李慧玲的節目 OK 我認為這件事既是版權問題 更是騙局問題 OK 那這個騙局問題 我們會 相對於現在的情況下 必定 必定 會好地靜視 OK 我怎麼看現在的情況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很多人就會說這些 我想知道他們在宣言宣語 很多東西 他們 其實暗指徐少華 隨時說 對號入座而已 其實除了他之外 還有講誰 大家都知道 他說 哇 那些講到自己這麼怨鬱 大哥 六十幾歲人 真是有陣子 真是到盡頭 這些你就覺得很好笑 你看他 好像攻擊你 但是當你一邊聽一邊看 你覺得大哥 你六十幾歲人 你第一天出來走嗎 你第一天做生意嗎 這樣被人欺負這麼慘嗎 屈了在心裏 這麼多年嗎 我現在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這樣 我對自己要求高 我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我甚至可以說 是一個不容易相處的人 我對自己要求高 但選擇朋友的要求也都很高 這句話 我學不到他的表情 我學不到 你自己看那段片 你這樣去對一個 批評你的人 所謂何事呢 你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激慶 激慶 對方而已 今天 整堆東西 由你回應 我看你周末的回應 周日的回應 到你去說這些 話 你目的就是 是哪一樣東西 一看就知道 你在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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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你被人看破了 看破了手腳 你轉轉轉轉 純粹的 isse願 這件事是 dass�寃 我桑母频道也播出 跟他一起做节目 跟着这个节目一语两吃的 他的频道也有播 香港没有格子 跟着我也有播 我跟他是相识于 就是以前 一起在这个RFA 做桑爱神舟 有时候跟杰斯做 那杰斯不在的时候 我跟曹家超做 大家有印象 2017至2020年的事 好了 那你说 曹家超有时候 我问一下 你 懂不懂世良 没有联络很久了 曹家超一句坏话 都没有讲刘世良 我可以作证了 曹家超一句坏话 都没有唱税你刘世良 我也都在外面 也都没有讲刘世良的坏话 我知道 以前在D100时代 大班和刘世良是细成水火的 是人都知道的 OK 但我在公开的节目 任何的D100节目 或者任何公开的节目 公开场合 从来没有骂过刘世良 这个是他的事 我不是他的打手 我只是做了我自己 OK 他们两个之间 商业糾纷 就是他们本身的诗愿 OK 当然有公义的问题 当然有公义的问题 我想这件事的话 就是 真的跟商业糾纷有关 那你商业糾纷的是非正诚 心中我心中有数 但我从来都不会在 这个公开场合里面 去讲这些东西 今时今日 你想想 就是 我都不认为 现在全部人都撲出来咬你 我觉得曹家超好军事的 那你开麦说 他已经不可以再做下去了 他都不知道 恶了而 中间很多细节 我不是当事人 不知道 也都没需要知道 但是曹家超跟你 就是跟我讲话 私底下的 公开的 都没有对你有任何的 对刘实际上有任何怨言的 你为什么今天激到人家这么怯 不是因为私怨 是因为你真的做错了 你对刘实际说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算我 人面少 人面责 我真的不懂 随少华 为什么随少华 说你的东西 你会这么生气 因为已经中了你以前的东西 你不拼 然后将这件东西 code up成为一个私怨 它有几个mode 这是私怨 私人之间的纠纷 然后私怨 就在那里发泄给全世界 说真的 我不懂刘世良 不懂Carmen 我跟他没有私交 也都何来私怨呢 这件事完全是 是其是非其非 真假对错 善恶 很清楚 第二件事 就叫中共阴谋 他叫中共阴谋 你们这帮人 这些就是鬼 这些就是受鬼鼓劃 这两招 你这些就是鬼 这些就是被鬼迷惑 中计 一个辩驳很清楚 现在 绝大部分民主派的评论人 你说KOL whatever you say 我们这些评论人 绝大部分 除了那两个半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对着你 都批评你 但是中共 大公文会 香港相报 还有头条 升到 有没有批评你 刘世良 如果只是中共阴谋的话 之前那几天 早已经中共出手了 讨伐刘世良 没有 你好像 中共沉默 而你被民主派共土 那你站在哪一边 那你自己去说明一下 何来中共的阴谋呢 还有你用阴谋来看东西 我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大公文会 去讨伐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 你说到好像中共阴谋在我们 猜使我们 去讨伐你 煽动分化 各位 是你背弃了我们的理想 背弃了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 都是反共而已 是不是 反共的背后 不是你知识有多高 口才有多好 背后的价值就是真善美 战胜 假 邪和斗争 你今天就在煽动着斗争 你今天就在说虚假的东西 骗着人 继续冤枉人 做尽邪恶的事 你是虚假 邪恶 搞斗争 你不是说中共的同路人 你精神同构 表面上打着反共旗号 实际上跟共产党有什么分别 你自己要说的东西 你是不是站出来说呢 为什么你找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 来代言 代打 什么boy 什么人 什么文 为什么要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事 找他们代打呢 种子部队 专者与这个信徒关系 是吗 为什么要找他们出手 而之后自己不出声 自己就说 适当时候我会回应的了 接着呢 秘密拆动这个 你A军打他 B军打他 这些人 没有胆匪女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你不喜欢拜登也可以 你不喜欢侵侵也可以 你喜欢拜登也可以 喜欢侵侵也可以 起码人是站出来 跟你单挑 他可以不出声 但是他真的骂你的 但是他真的骂你的 但你劉世良呢 毛股胆匪女 你把他包装成诗愿 spin成为诗愿 spin成为中共阴谋 第三个格 道忌 你是太羡慕我 或者太道忌我 有小龙DNA 中国文化DNA 产平主义 他那个提示 是这样写的 道忌 你不是私怨 你和我没有私交 亦都不是中共的阴谋 但是你妒忌我 你不抵得我 行 我几百k的流量 甚至没有几百k 一百k都没有 subscriber 够多 点击率又够多 证明可以 各位 新华社点击率 都很多 我可以告诉你 新华社点击率 tiktok点击率 高过任何我们这些人 你不去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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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妒忌他 你怎会妒忌共产党 是吧 小弟呢 做律师的 小弟存在一个积蓄的 ok 小弟不需要乞食的 就算没有这个平台 我身为可以 一路一世无忧的 你要搞我 我就是 我就是拿雷球棍 在外面打死你 我要保护自己 我彩你也有味了 我只是说 今天我需要妒忌你 who are you 所以我在节目中 我连粗口都不说 你不配我说粗口 I look down on you 我不是妒忌你 我不是羡慕你 我是鄙视你 我也不需要铲平 you're nobody 就好像我家里面 一块垃圾 一张纸跌落地 一粒塵 一粒塵 这样的地位 我只是说 大家在讲一粒塵的时候 我会和大家讲两句 这粒塵 很多人说 提醒我 是 我们要讲一下 政经新闻 所以我讲了两集 关于英国的 英国的这个 就是 香港间谍事件 这是很值得讲的 做很多议题 我明天都要出席台湾的一些评论节目 我都要准备题目的 但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 因为这件事是很好的公民教育的教材 他骗三种人 第一 骗乔叔 第二 骗蓝祖 第三 骗粉丝 骗粉丝才大罪 就是 就是 今天我给你整件事 最痛的是什么人呢 不是这两夫妻 不是尚书局 不是他受估于他的人 说真的 他怎么都会有一定流量 一百个变七十六十 顶多是这样 但是他不会饿死 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增长 我讲最伤是谁 最伤的未必是乔叔 或者乔叔家人 虽然我觉得一开始他们就是 值得维权的一方 最伤的未必是蓝祖蓝祖 那么大型机构 那么彩你也有味 最伤的是什么呢 他的粉丝 私心裂肺 突然之间觉得 哇 原来你是恶不群 突然之间发现到 那么多年是痴心错乎 接着他有一个挣扎过程 他不知道你是真还是假 然后问你 然后可能骂我们这些人 然后慢慢觉得自己呢 自残形畏 又不好意思开口 去刮骨疗伤 要是这样的人 我是同情这帮人 我不是想落井下石 我只是同情这帮人 是时候真的要 想清楚自己 信仰的对不对 是吗 我不是周柱 我不会拿着枪 反过来冲进去 砰砰砰 我给一分钟时间给大家 你们离开这个尊者 你不离开尊者 我杀死你们 那有些人就走了 有些人在我 砰砰的时候就走了 你看看歌幕唱 歌幕戏 那我不是杀人狂魔 我只是说 事实真相 Focus 它散开 Spin 施怨 中共阴谋 妒忌这三个Port 目的是什么 只得一个 转移大家对整件案情的合理质疑 回归到合法合理的重点 USB侵佔了你又还回给人 你是不是有侵佔或诈骗 陳喬治罪是否被抄袭 相片的署名权 甚至整个版权是否被剝奪 整件事有没有取得 陳喬的授权 我同意 刑神观珠 神仙阿寥 全情聚焦 端正视野 不要被迷惑 不要被sidetrack 去到一些 私怨中共阴谋 妒忌 名人的一件事 这些sidetrack的一些事情 他極希望大家这样想 刘世良極希望大家这样想 然后被sidetrack的方向 各位 端正视野 不要被迷惑 我看不起 我看不起 这种人的气焰 无论你官有多高 位置有多重 多有钱 我都看不起 所以我看不起郭台铭 他有钱 那条刘世良多多声 人家是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 我看不起韩国瑜 是不是 我看不起 马英九 前总统 那些刘世良是什么 Nobody 每段片 只有十几k 二十几k 三十几k 五十几k 六十几k 就觉得自己的名人 喂 我和曹兴成 曹兴成 董事长 以前断电仓博人 隨便找一段片 都200k 是不是 人家说的 有内容 有营养 那些N倍 所以我最 我觉得曹兴成 董事长 很值得支持 因为他是 行公义 好联敏 说真话 我看不起 那些人的起源 就是这种人 我不是看不起 你钱少 我不是看不起 你什么 电机率太低 而是看不起 你做人的人格 你不是说真话 不是行公义 不是好联敏 不是全谦卑的心 做错的要懺悔 大佬 中共没有声吐你 我再说多次 中共至今日都没有声吐你 声吐你是 绝大多数支持民主 或本土的全球评论人 全球香港出去的评论人 在说你 整个记者团体 整个记者团体 不要再说大公文会 整个真正的记者团体 心里面都清楚 很多知内情的人都很清楚 我不想辣其他人 有时我做节目会辣到其他人的名字 我希望仅此自怯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只是说 希望大家要明白 刘先生的旁人 还要抹熊 甚至呼吁举报 讲真相的人 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 甚至没有看到有人中招的话 我会采取反制行动 你不要问我什么反制行动 这些这样的做法 你可以卸责 因为你是旁人做的 跟你没关 这种做法 是多么跟中共同质同构 毛泽东卸责给四人帮 是吧 刘世良卸责给什么人呢 你想想 極其讨厌 无论你学问有多高 如果都是这样做法 是零 我希望这个分析 希望大家明白 最大的结论是一句 不要被迷云汤迷惑 去到讨论一些试愿 哎呀我当时那个单位 它是sublicense 给我的 租个地方建窗口 外面有这个粉饰的 哎呀这个地方要我交足五年 这个电费有什么 我明白 但是千万不要被人吸入这个地方 然后在一个地方不断去猜 你可以说每人有言论自由 我鼓励大家的形象 记住focus在right issue right issue就是说 合法合理 再说多次 USB有没有被侵占 陈翘自罪是否被抄袭 照片的版权及或储明权 有没有被剥夺 整个程序如何证明到 刘世良有取得陈翘的书面 或口头的授权或同意 这些才是真正的问题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些是 揭青如山 你说大纯小痴 那这些小事 答案就是说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你面对这些东西 如果真是大纯小痴 就是说这些小瑕疵 基本上刘世良整体是好的 十个字头 九个字头和一个字头的关系 是不是很像那个人说的 毛泽东那些 只有一个字头 就是一个字头 就是血流性可 成几千万 三千万 六千万的人饿死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九个字头和一个字头的关系 九个字头是好 出名的 厉害的评论人 这个我不争论 我只剩下一个字头 你没有道歉 毛泽东从来没有为一个字头道歉 是吗 是吗 今时今日你没有 No Nothing Nothing and nothing 我一路整个星期周末 我不说这件事 给你一个机会 道歉 似乎你不是很珍惜这个机会 是吗 还在弃弃狡辩 就说人家弃弃你 妨碍你 妨碍你呢 去推命外国人代理法 我再说多次 当时 赵錦榮 你是一个政客 当年 你推出一个私人条例草案 就是 老招茶餐厅 赵錦榮 你当时 在保守党的情况下 推出一个叫做私人条例草案 但当时有几多个团体 早已提出一个 充分酝酿的外国人注册法草案 那个外国人注册法草案 最后就是开花结果 现在在加拿大国会道 已经一读通过 未来还有很多奸险的事要做 因为二读很多程序 还有呢 两院制 你要通过另一个院 可能要下年的年初 才通过到外国人注册法 这些是三十几个 不止是香港的团体 还有香港团体之外 其他团体 也一起做的 公民团体推动国会议员 去做这个外国人代理法 那当然 我都会给个帽子 给跨党派 加拿大的国会议员 都支持这件事 但你不要忘记 赵錦榮的草案 是个人的私人条例草案 最后一提出去 当然没有人理你 扔掉它 跟着你 就被说到呢 或者自己吹到就说 我争取到现在 一读通过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和打飞机有什么分别呢 政客就是政客 跟着这个人 还要跟你一齐配合来吹 劳西洋主要配合跟你吹水 就说 我们两个在这开咪 开节目 支持这个外国人代理法 才到一读 看看 成功了 这些叫做打飞机 对不对 不要说假话 跟你没关系 是我的话 就是说 我有讲过这件事 很多谢哪些公民团体 哪些国务议员 去推动这件事 跟我呢 就是基本上 星星相识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说 好像现在 你一读通过 跟你有因果关系 是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看不起 这个不是因为我是右派 我就必定要挺保守党的所有的议员 No 事实归事实 我讲那句话 帮你不帮亲 帮你不帮亲 就是我做节目的 基本的原因就是 讲道理而已 我不讲道理 讲亲的话 就变成搞帮派 帮派 我很怕有个倾向就是 有些人呢 是用帮派 因为帮派容易牟利 嘛 帮派可以出名 嘛 所以用帮派意识呢 是一种 真是小龙社会DNA 我就没有这件事 我不搞帮派 OK 我错的 大家可以批评 我讲譬如 赵锦明的东西 你觉得是错的 你可以批评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放在眼前 行不行 你继续去讲完 这些垃圾的话 那继续去讲 哎呀 这样讲那么多话 关你什么事呢 从来是不是relevant to me 从来那件事 是不是true genuine and good and righteous 这个才是真正的议题 嘛 你不是说 哎呀 这件事关你桑普什么事 你在台湾关你什么事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那你 美国加这个 中国这个电动车 100%关税 都关所有KOL 什么事呢 这个 这个 用relevance 来讲的话 已经去到方望 最relevant的是 真与假 后续的影响 我觉得这件事 是一个好的公民教育案例 就是说 我觉得整件事 可能最伤的 重创的 是刘世良的粉丝 我是对刘世良的粉丝 不是说 用骂的方法 来去 去讲他们 因为每个人 都有信错东西的时刻 譬如我也有信错 哎呀 大中华 是不是 这个 我从来不相信 一国两制 但是我 小时候 就是觉得 中华文化好东西 五千年文化 优秀的传统 瑜伽 碟下 西宁中道 这样 那当然 后来就是刮骨疗伤 之后觉得不是 我也有想错东西 这个时刻 但是 错的就是认咯 是不是 改咯 改变好这种事 不是说 去找些 熟人 在那 拉帮结派 去做这种事 有些人就说 哎 就是 显示到那两个半人 其中一个就说 哎 那你 啊 就是桑普 啊 那 我那个时候 被某某某去评击的时候 你有没有主持公道啊 这个逻辑很奇怪 是不是 就是我好像有一个责任呢 是为所有天下的不公平的人 所 不公平的待遇 就是有人 受害 遭受不公平待遇 我有责任为天下间 世界上所有人主持公道 那样 真是没有一件事 我没有这样的责任 OK 你说被某某没有欺负过 某某某个人都欺负过我 我 暖屈的 老屈的 鄙视的 封杀的 唱衰的 抹黑的 诽谤的 羞辱的 羞辱的 侮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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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找过任何人 来帮自己拖呢 没有 Because I'm stronger than that man 你自己心灵都不够强 你怎么去抵抗其他的事呢 送回刘世良 哇 说到刘世良自己这么冤屈 大哥 58岁人 真是有阵子 真是去到盡头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笑咯 你看看他 好像在攻击你 但是你一路听 一路看他刘世良的样子 就觉得 哇 大哥你58岁人 你第一天出来行 你第一天做生意 开麦 这样被人欺负那么惨 吐了 吐了整个心 出来那么多年 说放在心里面 那么多日 哇 我现在才知道 这样 我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我对自己要求很高 对选择朋友要求很高的 我如果这么说 刘世良会不会收货 我明明激兴你 对不对 所以希望 邵华兄 虽然我不认识你 就是邵华先生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千万不要激兴 我可以继续讲这些激兴刘世良 我仍会计计的 因为如果我讲这些 如果我讲这些 他跟刘世良说的话 那他就继续去论诗院 诗院 妒忌 中共阴谋 三招 变 再讲一次 诗院 妒忌 中共阴谋 不断在这个地方 我再讲一次 focus 法律问题 USB有没有透过 我已经重复N次了 USB有没有透过侵占过 你有没有还给别人 文章有没有侵害别人的版权 照片 署名权 版权 全程有没有得到 这个乔叔的授权 同意 证据何在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和你讲事实 我不和你讲气 我刚才说的这些 就是说的 你是不断地阴谋诡计 所以我可以坐实 九成九肯定 整件事 对于乔叔来讲 由始而终是一个骗局 对于南华早报 由始而终是一个骗局 对于粉丝 到今时今日 继续骗 一路骗 一直骗 一起骗 独骗骗 不如仲骗骗 我今集讲得很开 因为我怕别人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不要和共产党的人同质同购 搞帮派 找旁边的人去发弹 毛泽东卸责给四人帮 一月六 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 我看穿的 我不会只留四人帮 不留毛泽东的 你别以为这样有效的 无效 我这些不是妒忌你 我路见不平 有敢而犯 这个就是我 OK 我希望大家 明辨是非 守护公义 我有一天都可能会犯错 我真心希望 我真心希望 也希望 上帝之恩 我有一个比较谦虚的心 面对每一次的怀疑 心要够强大 不需要青筋暴现 不需要青筋暴现 心要够强大 要够谦虚 我希望有一天 当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可以很谦虚地道歉 大概是这样 OK 下一节再说 我先试试